历史世界频道 科索沃战争或科索沃冲突 这个名词通常是用来描述两场接续的 并且有时相当类似的武装冲突 内战后随即发生了国际冲突 分别为 1996年到1999年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的安全部队 与科索沃解放军 一支追求科索沃自治省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人 游击队之间的内部战争 科索沃战争这个名词多指1999年3月24日 至6月10日这78天北约 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行动 为国际冲突 由于科索沃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 与塞尔维亚族冲突越演越烈 1989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撤销了科索沃省的地方自主权 导致1990年科索沃宣布成立独立国家科索沃共和国 恰逢南斯拉夫发生克罗埃西亚独立战争和历时三年的波赫战争 南斯拉夫联盟政府暂时无暇顾及科索沃 同时一些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开始武装自卫 组织了科索沃解放军 达到驱赶南联盟政府安全部队 获取科索沃实职独立的目的 1998年 由于科索沃解放军 向塞尔维亚官员频繁发动攻击 塞尔维亚警察在1998年3月开始大肆搜捕 德雷尼查地区的科索沃解放军 加剧紧张局势 安理会开始对南斯拉夫包括科索沃实行武器禁运 1999年1月 发生针对科索沃解放军 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拉查克屠杀 西方国家谴责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发动大屠杀 随后北约介入 北约曹尼朗布依来协议 希望能透过和平谈判决绝争端 但是由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协议最终没有达成 在1999年3月23日 美国巴尔干特使 理查或布鲁克宣布和平谈判失败 比尔科林顿政府宣告终止外交努力 开始对南联实施空中攻击 南联的回应则是大举进军科索沃 以更残酷的种族进化政策 驱逐阿易人民离境 造成欧洲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 经78天轰炸 南联遭受相当大的损失 战争从3月24日至6月10日 当北约攻击塞蒙目标时 阿尔巴尼亚人由集队持续与塞尔维亚政府武力战斗 在这段期间 战乱造成了科索沃的人口大幅减少 1999年3月23日 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在布鲁塞宣布 由于最后外交努力失败 北约决定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空袭 代号为盟军行动的空袭正式拉开帷幕 1999年3月28日 北约开始了第二阶段空袭 目标转位对北纬44度以南的南人民军地面部队 和军用物资进行攻击 企图破坏南的战争机器 迫使南联盟屈服 1999年4月13日 美国总统科林顿宣布 对南联盟的空袭进入第三阶段 扩大空袭范围 增加空袭强度 北约对南联盟境内的所有军事目标 进行24小时不间断轰炸 另一方面 为了削弱南联盟人民的抵抗意志 北约还对南联盟的民用设施 如桥梁、铁路、公路、工厂、电视台 通讯系统和电力系统等进行轰炸 此外 美国还向巴尔干派遣地面部队和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为地面进攻做准备 1999年5月7日 五枚联合直接攻击制导炸弹 集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导致三名中国记者被炸死 个别外交人员受伤 管设被毁 此事件中国称为58事件 随着中国大陆爆发1999年中国反美示威活动 1999年6月2日 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 接受了由俄罗斯特使切尔诺梅尔金 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 美国副国务卿塔尔伯特共同制定的和平协议 这协议在坚持元朗部EI方案基本内容的同时强调透过联合国机制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并对此作具体规定 根据这个协议 科索沃的多国部队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精神建立 科索沃未来自治地位的确切性质 将由联合国安理会决定 难民返回家园的安排也将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监督下实施 迫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强大的武力介入与威胁 最终米洛舍为其接受了北约开出的条件 科索沃解放军必须解除武装 停止军事行动 南联盟则从科索沃撤军 允许阿尔巴尼亚人回乡重建家园 并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监督 于是科索沃战争宣告终止 塞尔维亚自此失去对科索沃的控制权 但至今坚持拥有主权 人权观察估计至少 有488名平民因为北约空袭而死亡 2000年8月前南战犯法庭 ICTY 2000年8月报告说发掘出了2788具遗体 其中会有不少是战争犯罪受害者 而KFOR的消息说到1999年7月发现2150具 其中850具被认为是战争犯罪受害者 2001年7月塞尔维亚当局报告发现了1000人的乱葬坑 最大的位于Batajnika 人权团体认为死于塞蒙军的战争犯罪的人数是4400人 而ICTY推测罪中死于塞蒙军罪行的死亡人数为1万人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